我们首先看到欧洲央行即将举行一期会议了 并且呢大概普遍的一个预期是 它即将会加码继续扩大它的 目前已经是负利率的一个宽松政策 那你怎么看它目前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还有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和决定 最终向大家公布出来 是的 没错 像这一周的这个欧洲央行会议 还有下一周的这个美联储会议呢 将成为近期决定这个欧元 还有美元汇率走势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事件 那继而可能也会对以美元计价的大众商品价格 要产生联动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事情呢 是目前市场上在费龙数据之后最为关注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是普遍预计呢 欧洲央行会在本周的一个会议上呢 进一步的加大的宽松 那么主要的一些分歧是在于 它的一个宽松的力度 具体会采取哪些措施 那么从目前你看媒体啊 还有很多机构的一些观点来看的话 普遍预计欧洲央行 会在本周的会议上 把这个它的一个负的存款利率 再继续下调十个基点 到负的0.4% 那么当然也有质疑 就是觉得比如说像日本央行去年 已经是意外收拾负利率了 但是之后发现这个市场的反应呢 还经济数据上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对于负利率本身的一个效果呢 也有一定的疑问 但是目前从总体来看的话 大家对于进一步的降息呢 是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看法 那么另外就是 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光降息这一方面还不足够 那么因为像去年12月 欧洲央行它在那次会议上市场 对于欧洲央行进一步扩大宽传的预期是比较高的 但结果呢 它仅仅是小幅的下调了一个存款利率 同时呢 它只是延长了一个购债的时间 并没有扩大美元的购债规模 所以导致当天这个欧元对美元出现了几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日涨幅 那么之后就是这个欧元不跌反涨 而之后这两个月的经济数据呢 也显示就是欧元区的通胀 通胀率呢在进一步的下降 包括它的一个核心通胀 那也包括最近它的一个服务业的制造业的PMI数据呢 也显示经济在最近两个月呢 是趋于走软 那这就正 这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 它当时的一个决策呢 是有一定的事物在里面 所以呢 对于这一次市场认为 欧洲央行不会再冒这么大的险 就是让市场的预期落空 那尤其是现在在最新数据前 是这个欧元区的一个通胀 是意外的同比下降了0.2% 二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 而PMI也在下行的一个情况下 同时又有比如说这个难民问题 还有这个英国可能举行 这个英国举行退欧的一个公投 可能导致的一个风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如果再进一步的让市场的失望的话 也就是说它的宽松率度不及预期的话 可能导致欧元的一个大幅的上涨 这样的话又会进一步的去阻碍它 向它的一个通胀 还有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拢 所以市场目前呢 预计它在这个降息之外 可能会包括扩大每月的一个购债规模 当前是600亿欧元 可能是增加100亿啊或者是200亿欧元 同时呢延长这样的一个购债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在延长这个购债时间 和扩大购债规模之后啊 满足它未来购债的这样的一个 债券的总量是有限的 就比如说它要求低于它的存款利率之后 收益率低于它的一个存款利率之后的 债券是不符它的购买条件的 那么对它的一个期限呢 债券的一个期限呢 也有一定的规定 所以市场预计如果它是推出这样的一个 扩大购债规模和延长时间之后呢 以后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调整 它的一个购债范围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的 本周的一个宽松的力度呢 是抱比较高的一个期待 所以说对于它目前的一个期待值 我们看到除了对于整个市场流动性 可能更加宽松的预期 是不是对于本身欧洲经济 它一个复苏和重构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给予了这种比较大的一个期待 如果说这一次政策 能够对起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的话 那可能整个市场的情绪面 都会比较积极 对 最近欧洲股市你看就表现得比较好 那很大程度上 希腊股市 对 很大程度上 第一个是伴随近期欧元的一个重新的走软 比如说跌破了之前 去年这个12月以来的一个上升支持线 那么也包括最近的市场 对于欧洲央行进一步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是明显的一个升温 这也是股市背后上涨的一个推动因素